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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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發給你們的 宋元瓦瑟波蘭 其其樂部書會 這篇文章 我說它的重要性 是因為 關係到 我們 這個中國文學裡邊 兩大體系 它的 它的醞釀雲生 然後呢 這個 會脆完成 的一個很關鍵性的問題 我和各位在 上個禮拜說過 就是因為那時候 由於 城市怎麼樣 城市的這個 以前方向式的 棋盤式的城市 已經這個制度瓦解了 成為監視線條 然後呢 人們的生活也因此怎麼樣 改變了 這改變很大 以前沒有消費 晚上大家都躲在 躲在家裡 到了 我們現在七八點 就 就都 這個什麼呢 不出門了 那麼有了 街市以後 通宵大戰都可以 這樣呢 城市的發展 藝文的發展 很多很大的幫助 那裡邊呢 瓦瑟 郭蘭 還有活動在瓦瑟 郭蘭裡邊的一種 樂父 還有他的書會 這個問題呢 各位像這樣的題目 說 宋元瓦瑟 瓦瑟 瓦瑟 極其樂父書會 可見這個樂父書會是在什麼裡邊的啊 瓦瑟 瓦瑟 所以務必要先把瓦瑟 瓦瑟 瓦瑟 弄清楚 才談到樂父書會 這是必然連鎖性的 但如果說 宋元瓦瑟 瓦瑟 以樂父書會 這樣的題目呢 是病例的 病例的 病例裡邊 他來也可以有 互相的關聯 關聯的情況 就採取一種怎麼樣 互補互有 還有一種是怎麼對立 反面的 這種的關係 所以題目不一樣呢 論述就 會有所不一樣 各位啊 這樣的一篇文章啊 可以說呢 是比較正式的 非常正式的一個學術論文 所以各位可以把它當學術論文來看 而且他發表的地方 是中國文哲研究院的 中央研究院的 那麼在 第27期裡邊的 第一篇文章 我的這個習慣 其實和目前有些人不太一樣 兩點不一樣的 像是隱言 你看 隱言 他就把它放作一 各位翻到第三頁 那麼一按理 這是第一節也好 或者第一章也好 他呢 到了第三頁就啊 瓦瑟波蘭蓋光 好 然後各位再翻翻 瓦瑟波蘭蓋光 裡面這一章又分 北宋瓦瑟波蘭 在第三頁 然後第五頁 南宋瓦瑟波蘭 這是第二節 第三節呢 原名瓦瑟波蘭 是原名瓦瑟波蘭 第三節 然後第四節是瓦瑟波蘭市民 這裡邊又分小節 第一小節是瓦瑟市民 第二是瓦波蘭市民 在第四一頁 然後呢 在第三章 瓦瑟波蘭的記憶 你們看看這個第二章上了幾頁啊 看看 從第三頁到第十二頁 這總共九頁 這總共九頁 第三章呢 瓦瑟波蘭的記憶 第一小節也第一節 建於東京門華路 外四種的記憶 然後第二小節 第十五頁 瓦瑟波蘭 一段記憶的分裂 分裂 分裂 第三節 兩頌瓦瑟波蘭中 與南北齊 套事關係密切的記憶 這三節也 這一章有三小節 然後 第四章 二十二頁 所以第三章有幾頁啊 也有九頁 對不對啊 也有九頁 第二小節 瓦瑟波蘭中的樂父 第一小節 唐以前的樂父 第二小節二十四頁 兩頌的樂父 第二小節二十四頁 第三小節二十七頁 原名的樂父 原名的樂父 然後第五章 瓦瑟波蘭中的書會 所以第四章有幾頁啊 剛才是幾頁 剛才是幾頁 二十二到三十 那這裡有八頁 對不對啊 八頁 你們有沒有感覺 它的分量是怎麼樣 每一張的分量是怎麼樣 是相當 勢精力敵的 好 好 第五章 瓦瑟波蘭中的書會 好 第一小節是 宋元的書會 第二小節是 三十六頁的 波陽光的書會筆記 第三小節是 三十九月的 書會財人與樂父幽靈的關係 第三小節是 三十九月的 書會財人與樂父幽靈的關係 最後 四十月 三十五月 結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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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宇只有兩頁 第六章 然後第一章 前緣 兩頁多一點 所以 前緣和結宇請問 和裏邊正式的章節 分量一樣不一樣 分量一樣不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 這個現在很奇怪 受到西方的影響 都要把全人 結入 納入章節 這其實是錯的 可是 滔滔 則天下皆是 我絕不這麼寫 尊重我的這個 水棒一定造我的 中央研究院 中央研究院 是很蠻橫的地方 因為他覺得他高高在上 誰都要聽他 所以 印出來我才看到 沒辦法 那麼裏邊 我提到 我的老師 鄭謙鄭英博老師 我趙立是 這個 鄭師 英博先生 或者是 英博師 因為在行文 他是我老師 文章是我寫的 口文是誰的 口文是我 所以我寫 英博師 鄭師 這個是絕對 天經地義的 可是現在受西方影響 西方人叫 自己的爺 都是 讓他們 都是直呼其名的 你敢在你家裡 叫你祖父 叫他的名字嗎 中國人是很這個 所謂什麼 這個忌諱 為什麼我們要有志 要有什麼號 可是這一些都被破壞掉了 第一個破壞的是梁啟超 梁啟超有這個主張 但我一直不承認 可是別辦 有些地方的學報 因為我年紀也不小 看到我怎麼寫不敢改 所以都會按照 唯獨這樣的一個報 我 因為我也是中研究院的人 我掛名做治癒委員 所以我提出了 我自己的看法 還有一次這個編輯會議裡邊 我說啦 所以沒有辦法 說過 只是說 現在的規格是這樣 那這規格從哪裡來呢 洋人的這個方法 洋人為什麼我們都要遵照呢 你這個引言 結論一定是不如你裡邊的正式章節 就像你的書桌上 擺的書 你有一個夾書的鐵片 把它夾住 但是這個夾住的鐵片 分量不等裡邊一本一本的書 所以正式的章節 應當從你真正要討論 你前沿只是個引子 結於是你 綜合性的要點的敘述 它的分量當然不行 可是一本書 如果一本書有許多要討論 像我現在寫的書 序論是很長的 那麼結論也可以很長 因為結論是一個 綜合性的某一個問題的 比如說 打開比如說我寫戲曲史 那我在序論裡邊 我一定說 古人對戲曲史研究的歷程 他們的這個態度方法 他們的錯誤 我們現在應當怎麼樣來 來這個 來這個 來研究這個問題 那麼當今哪幾本還不錯 但是還不足在哪裡 你這個寫下來會不會很多 好戲曲書裡邊呢 有許多基本概念 要先討論清楚 才能寫 所以你這個戲論討論 會不會很豐富啊 你這個當然就可以在政府裡邊 你討論完以後 你說 結論 可見中國戲曲史 在劇種發展的這個什麼 這個眼鏡的情況是怎麼樣 中國戲曲史 在藝術眼鏡的情況是怎麼樣 中國戲曲史在理論的研究 中國戲曲史在文學的研究怎麼樣 中國戲曲史在史 這個題材 思想方面的研究 這一來就怎麼樣 這結論大不大 這是綜合理論 這當然就不一樣 可是一篇的小路 County 引言結論都不會長 所以不應當那不長者 這個也是要跟各位說的 還有 一個論文啊 你一翻他的章節 就知道這個論文呢 寫得好壞怎麼樣 我年輕的時候呢 有個毛病 就主持會議的時候 常常呢 開場後就睡著了 就睡著 但是呢 我現在 當 這個發言人 要 講完要結束 我自然就醒過來 為什麼可以醒過來 因為他聲調語調 你閉著眼睛 他就告訴你 我要結束 我要結束 你可以起來 然後呢 那我一定可以來 馬上 提要他的要點 甚至馬上可以給他講評 為什麼 因為他要發言以前 我都把他的 綱目章節 看一遍 抓住了他的要點 也就是說 你的章節 裡面是不是應當 就要呈現你的要點呢 就能呈現你的 所以現在還有一派論文的寫作 他呢 就是一 二 三 這是不可以的 這是不負責任的 這樣寫的人呢 常常會讓你無罪 怎麼樣 無理物衷 他自己往往迷惑 你自己往往迷惑 所以這個 這一二三的 是 不好 甚至以後 怎麼呢 連一二三都沒有 就是一段 隔兩行 所以一片這麼看下來 你真正常不住其所言 我們論文就是要清清楚楚的要把什麼 自己的理念 自己的意見 告訴別人 所以你要清楚 別人才能清楚的 容易掌握你的理念 你才能達到你論述的目的 所以這個要清清楚啊 你自己見過你的章節就要清楚 尤其題目就要清清楚楚 還有各位 題目一定要怎麼呢 簡要譜濁 簡要譜濁 學術論文的題目 不可以花俏 不可以樂樂等 樂樂等知道嗎 累贅不堪 一個題目一二十個字 三四個字左右 那這個絕對不可 所以要清楚 簡要 現在常常怎麼樣呢 這個弄一個很花俏的題目 包括相當著名的學者 比如說我有一個好朋友 他寫了一個什麼呢 一小忘了 你看他的題目 不知道他講什麼 而他的副題就寫得相當長 你不看他副題 更不知道他題目什麼意思 像這樣也是現在很流行的方式 我常說啊 這事實上是一種報紙副刊的題目 我也常會在報紙副刊寫文章 文章的題目和論文的題目是絕不一樣的 比如說最近的一篇 我要宣傳的是什麼 無起 昆距無起 我的題目是 醫生公過肺平良 醫生公過肺平良 這句話是可以寫寫文章 但是光憑這句話能不能看出是無起啊 不一定 所以你就說 心編昆距 雙面無起的 這個發想 以這個編撞 告訴說 心編的昆距 題目叫雙面無起 我如何發想 引發如何來創作 事實上你要寫的這個什麼主題在哪裡啊 就後邊 可是前邊呢 把他的那個你對他的感慨 對他什麼用一個比較漂亮的句子 這是副刊一般這個什麼呢 比較大眾化 比較那個什麼能叫人 道引人入勝的一個比法 可是 論文 學術論文 啊 是一種學術的問題的探討 他就是要扎扎實實 所以你看我們這個 宋元瓦瑟過了 極其樂部數位 這個普通得很 而且 每一個字 都要和內容扣得十分緊 各位注意 如果你寫出來的論文 內容和題目 好像有疏離感 或者不緊的吧 不緊密 那個 你的題目是不對的 你裡面的內行的建構一定有問題 這些啊 我記得這個呢 給各位說一說 還有盡量慢慢練習 你分的章節 我在寫這個的時候 我並沒有先算我第一章 第二章要寫幾個字 先安排幾頁 沒有 但是自然的故事裡邊 人就會有一種明妙在你 你慢慢的話 你慢慢就會 你分佈了章節的分量 就會差不多的等量極觀 所以論文裡邊的考量的優劣 這個論文的這個 品質的衡量裡邊 就是結構有沒有均衡 結構有沒有均衡 但結構均衡是不太容易的 但如果你第一章 比如說你論文是 這個一萬字來說 打個比喻說 一萬字來說 那麼你分作 像我這個事上是幾章啊 是三章啊 四章 四章 前邊的 後邊的優良是不算的 所以四章 那你在這個一萬字裡邊 你如果四章 你的頭尾的那個影子呢 就最好啊 大概五百字到一千字之間 不能超過一千字 最好五六百字 這樣 然後 每一個章節 如果你分四章的話 那麼每一章呢 大概就一千 五百到一千啊 七百 足如此類的 就行的軍 如果你第一章是三千字 第二章是一千字 第三章是兩千字 第四章有四千字 略是這樣啊 就不均衡 就不均衡 所以各位留意這一點 這是一個 基本的認知 但各位呢 因為剛剛啊 進入學術的範圍 所以你們在家裡讀我這一篇 會比較辛苦一點 辛苦一點 因為 因為 里邊的 資料 還有行文 請問 論文 第一要清楚 第二是不是要謹言啊 潛質造句一定要怎麼樣 不能廢話連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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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已經說意義說足了就可以了 不要花俏的去說那一些 有的沒有的這些 就要把這個 理論 意思說足了 清楚就可以 啊 不要好像呢 忽然 引起一個感慨 然後在論文裡邊呢 跑野馬的 這個去什麼 你們要知道 大學者裡邊有兩位 犯了這樣大毛病 最大的毛病莫過於 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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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中米 他年輕的時候 四五十歲 三四十歲 三五十歲 時候 寫的東西 就是 清清楚楚 要人 可是 到了七八十歲以後 他很用功 一輩子做學生 我去看他的時候 他九十 九十二歲 已經 老 有一點 痴呆了 我坐在他旁邊 照相啊 他根本不知道我是誰 因為他本來要我去 是要和我討論 可能會把我罵一頓 因為我反對他的意見 他那個時候啊 只要誰反對他 他都要找來罵一頓 還好我去呢 他已經 糊裡糊塗了 沒有罵 過兩年去世 九十四歲的樣子 他晚年寫的東西 常常前面寫到後面 又否定自己 一再的這樣 這樣的這個 這個事 還孫凱蒂先生 是和我的老師 同一輩子 他也有這樣的毛病 這個是 這個是 呃 就是說 這個 這個行文呢 兩位大學者 都有這個情形 還有一位 呃 這個我把他明明都忘了 他呢 潛藏著 挑出來 說得不夠清楚 就沒了 就沒了 這個也不好 一定要恰到好處 所以我希望各位啊 把這一篇呢 當這個 論文啊 仔細讀一讀 可能呢 讀起來比較辛苦一點 但是對各位原來有幫助 好 這是 我們對 這個 上個禮拜 前個禮拜的補充 對上個禮拜啊 我還補充一點 嗯 我們說到 這個 收藏文學 和系集 後來 發展成為兩大系統 對不對 還記得嗎 一個雅 一個俗 那麼俗的 在文學的 上面 就是 書 讚 系 在音樂方面 是什麼 板 槍 皮 就是 書讚 系 板 槍 這是俗 的 一個系統 雅的系統 這兩個系統 一定要記住 雅的系統 是 詞 詞 曲 詞 曲 用 詞 曲 的形式 那音樂是什麼 曲 排 我不知道西方的音樂 有沒有像我們的曲排體 一個曲排 然後呢 他的音樂就性格建立了 千秋萬事 誰來填啊 最多有一點點變化和基本的喜怒哀樂或者這個生情啊 都不會變化 西方沒有這個 所以曲排體啊 所以曲排體啊 是中國音樂 裡面很 很特殊的一種 我和各位稍微補充一下 曲排體的發展 也是 慢慢來的 慢慢來 那這個是什麼呢 我們研究學問 有時候 一定要 逆推 什麼叫逆推 你知道嗎 把發展完成的 給予分析 給予分析 分析它到底有些什麼元素在裡面 你在 往前來追溯 這個現在如果說有十個元素過程 那前面的那個時代 可能比如說清代 哎呦 它只有八個元素 明代呢 哎 七個元素 然後 再來 這個 宋代 元代不算 宋代呢 是 這個 五個元素 然後 再推 唐代 唐代 有四個元素 漢代 才兩三個元素 你就可見它是怎麼樣 它是 隨著時間 慢慢豐富出來的 到了最後 那個最精緻 就是 我有一個這個 理論 就是戲曲發展的理論 現在呢 承認我的已經很多了 就是戲曲的發展史的長江大和說 這個長江大和說還好我寫文章呢 是在1982年 我就發表了 後來大陸啊 在談戲曲的起源的問題 那時候呢 兩岸還沒有很通 很通 我沒有去參加 那我在1982年寫的一篇文章呢 就是剛才說那篇 居然被他們說錄了 被大陸說錄 而且把我擺在做第一篇 因為這種說法有很多 後來呢 我最近幾年呢 我在寫中國戲曲眼鏡史 提到這個問題 發現大陸起碼有五個學者 其中還有我認識的 中山大學 他們呢 都是在1994年以後 寫的 但是和我一樣 都叫長江大和說 有些變化的語言不太一樣 那很奇怪 沒有一個提到 說這個的第一人是真有意 這個對學術來說 嚴格上這樣不太好的 不太好的 我要我的同學啊 記住一句話 你在寫文章 只要你運用別人的 觀念 而這個觀念 是別人先想到的 你沒想到 你覺得 我們有時候常常會 把別人的好的觀念 吸收到 然後呢 上課說出來 這個還無所謂 可是寫文章的時候 也把他寫出來 以為自己的 這嚴格說的還是不好 你必須要說 除此說者 某某人 借某某人以守 表示他在你自己 各位 作人寫文章 從這樣小的地方開始 可以養成你的人格 這個人格是什麼呢 無愧無憾 表裡如一 永遠躺蕩蕩蕩 注意不要小看這一點 你覺得 如果看過了小話 別人這個什麼 不會知道的 多了以後 人家呢 一再發現 對你的這個 學術 就不行了 我上課的時候 我的學生 替我統計了些什麼 或者 他報告了些什麼 我說 這個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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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照樣 會把它用到 我的文章裡面 但是我一定說 這個是 我課堂上的學生 某某 在什麼情況之下 所說的 他沒有發表 你也應當要這麼學 這麼學 請各位 對我會有傷害嗎 絕不會有傷害 但是 你保留了 人家的一種 這個 可以說 創花情 一定要這樣 尤其對一個老師來說 切起學生的東西 為你的東西 把它發表出來 現在 現在我看 學術界 不少這樣的 不是不少 起碼呢 有這種現象 這都不好的 所以我在這裡 順便 等聊天一樣 告訴各位 這種叫做學術人格 學術人格 可以影響一個人真正的了解 無不可面對人的一種 無愧無憾 這才能真正人間愉快 各位 好 長江大和說 我也事上 就是運用了逆推的方法 所以我的戲曲史的學法 我們現在發展完成的中國戲曲 它是綜合的文學 綜合的藝術 它綜合文學綜合藝術裡邊 含藏著 哪些過程的元素呢 才能成就現在的這個 戲曲文學藝術的這種 直線 這種面貌 往上另推 就像長江一樣 你說長江浩浩浩蕩蕩的 六千八百公里的這種流程 不是五千啊 六千八百 以前我們台灣所讀的都說 長江發源於巴仁卡拉山南陸 事實上不是 是清康山高原 一個叫托托河 三邊水 一個其他的都踏 偷托河 那個 是從那邊發源起的 你看 這個 如果在無松口 長江要流出去的無松口 我們把它搖取一瓶 一瓢長江湿水 去分析的話 做科學分析的話 他會不會 我們從大的方面 長江有七百七十五條 支領 事實上有七百七十五條 圓領 現在江河常能倒過來說 因為這所謂支流 事實上是把長江的水 吸出去還是輸進來 輸進來 所以他是圓柳 你的這個存款裡面存一一一一一百萬 如果 如果你每天進帳五千 那易住進來 你有幾個在管道 你在哪裡教書 在哪裡兼差 他會易住進來 這是 這個是你這個 這個存款 布裡邊的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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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會萃的地方 其他是圓領 圓領移住進來 如果你一百萬 你沒有再進來 你每天 要拿他三千塊錢做生活費 那你是支取啊 是支出啊 所以這個長江七百幾十條 這個所謂支領 事實上在 實質上他是長江這水怎麼樣 圓領 這個在邏輯上就毫無一體 所以我們拿大的來說 我們往上 追溯 會不會有這個什麼呢 懷水 運河下來注入長江的啊 會不會有這個什麼呢 這個到湖北有漢水注入進來啊 到江西有幹江啊 到洞庭那邊又有香江 這個原江 租 消水 租進來啊 到四川 是不是加淫江 閩江頭江租進來 這些每一個江都是什麼 都是長江的源流耶 我們中國戲區史的發展也一樣啊 偷偷河那邊就是個原生的最基本的東西 經過不同的時空 注入不同的藝術文學的元素 所以使得這個什麼呀 這個戲區之理由越來越壯大 而形成 戲區史你懂得這樣寫的話 他就可以看出一個真正的發展史 所以像這種觀念 這種觀念 同樣我們一個曲牌也一樣啊 那麼一個曲牌 見過一個完整的曲牌 來 各位 我們要如何說 他見過完整曲牌的元素 要怎麼樣去 考量他 分析他 如果你們 對嗎 對嗎 好 各位 各位 想一想 如果你要見過 一個曲牌 這個曲牌是由哪些元素構成的 你要怎麼樣去 入所分析 入所分析 探討這個問題 探討這個問題 你如果正確的 找對的對象 正確的切入分析 所得的就是真正的答案 好 各位 想一下 吳云 吳云有沒有來 好 吳云是天天都來 你今天應該要怎麼樣去 所這個曲牌是怎麼樣見過而出 我為什麼提這個問題 你把那個曲谷 曲谷就是見過曲牌的 這個 的這一些 不同時代的曲谷 他們對於 曲谷的要件 都不會一樣的 好沒關係 休息一下 你這裡你再想一想 那個 趙維靖 好 你覺得應該要如何解析 建國的 這個曲牌要分析它 是由哪些元素構成 你要怎麼樣 我覺得可能要先從民間的 就是它的一些原流開始 因為我覺得曲牌還沒有很熟 但是 現在研究就是 更是拍完 有些時候 也是先從 然後在的 就是生死開始 那我想可能去拍太理要 遇到它 是民間俗悅的 那個奇緣部分 這個 就你還是抓不住 它典型的東西 你要解析它 要一個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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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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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妳想 可能會從 就是 那個 就是 那個地理 然後民俗 然後歷史 還有 那個社會 這些因素 包括 就是唱這些歌曲的人 他是屬於社會的那些階級 然後包括 就當時的這個 整個社會背景 以及當時人們處於的那種環境下 他們的心理之中 你這個意思做的話 就 太偉大了 沒有不一樣 那麽樣偉大 我們只是說 建構這個曲牌 過程的元素 過程的元素 這個 我們常常 都有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但是呢 沒有去留意它 反啊 就不知道怎麼入行 好 我們休息一下 好 我再告訴各位 怎麼樣 探勞這個問題 我說的 事實上 自學態度方法裡邊的 一樣 這樣就是 拿現有 最代表性的 來逆推 來 逆推之前的 解析 解析 比如說 剛才我們說的 戲曲史 那麽現在 的中國戲曲史 最優雅 最主義 做文學藝術 代表的是哪一種啊 是京劇 還是昆劇啊 昆劇 所以你就拿 昆劇 昆劇去解析它 過程像昆劇這樣 目前的 代表劇種 文學藝術的 最高 的結合 它 含長的文學藝術的 元素而完結 這我不是和各位分析過了嗎 中國戲曲是在怎麼樣 搬演 故事 對不對 以詩歌為本質 密切融合音樂和舞蹈 不是詩歌元素了嗎 加上雜記 的那九大元素 那請問 有這九大元素 過程的 就是中國戲曲語編 最 最典型 藝術文學最高的 往前推 是文學藝術都還不如它的 所以 過程的元素 需要不需要這麼多啊 不是要這麼多 過程的元素 每一樣 比如說音樂 音樂要不要像昆劇那樣的 這個什麼啊 昆劇那樣把整個語言融化 在裡邊的音樂 文學要不要像現在 我們所說的昆劇文學那樣的 優雅 當然不必要 所以 類似這些 同樣的 曲牌一樣 曲牌就是發展到 最精緻的藝術歌曲的曲牌 它含有什麼樣的元素 你分析出來 那麼 往前推 不如它的 比較粗糙的 你自然就可以 可以了解 是這樣的一種 一種研究方法 治水方法 好 休息一下我們再說 各位 各位 這個 譬如說 南普天樂 這是一隻 曲牌 它告訴我們 它是 南曲 那這是什麼調啊 那個仙女啊 好 查查看 打開 那 那 古天樂 就是它的 曲牌 它所俗的公調 這邊再查一下啊 嗯 好 這是 它的 這個曲牌裡邊 按照它 過程的元素 過程的元素 所填出來的 曲文 那麼 由於這些元素 的各種規律 它 這個曲文所顯現出來的 這個詳調 悲歡離合 或者油腦 或者歡賞 或者這個 抒情敘述 種種不同的 格調在裡面 嗯 嗯 種類 嗯 那麼這個是 藍種類 普天樂 它的工廟 那麼這個就是它的曲牌 來分析 它是有哪些元素過程的 啊 你先把它唸一遍 這支曲子呢 是 我編的那個 梁山伯駐英台啊 啊 梁山伯駐英台 裡面 十八相送 十八相送 裡面啊 駐英台 所唱 啊 這個 對於離別的那個 情懷 好 看 東風 吹東 吹陽 那 勸良兄 修把 陽關 唱 西之我 一段 柔場 不願兄 游至 行那 三連行人 相依百 只可守 交窗 雨月 梅花葬 卻 沿河 獨自 歸鄉 從今後 令南川 豬類 千丈 中落的 不願其處 兩地 彷徨 各位啊 曲文啊 像這樣就好了 不必要弄太深 它已經典故太多啊 沒人看懂 太白呢 又顯得怎麼樣 粗俗 所以這個是什麼呢 是一種 恰到好處 有一種雅致在裡面 但是又 不粗俗 又不這個 找力 不找力 而且呢 寫情 寫情 有沒有情景 榮啊 唯一啊 譬如說 三連行人相依百 此何所交窗 以夜 梅花札 你看 這多優美的 情話 因為梁三柏 朱英台 梁三柏 我根本不知道 朱英台 是女生 說很安分手指 啊 所以說 三連行人相依百 啊 他們 住在一起 說 交窗以夜 梅花札 啊 這種情景 對不對啊 那 將來是什麼 雀圓和獨住歸鄉 而不是我們一起回去 所以說 從今後 定南川 諸類千丈 這個就是 血情如在眼前 而且真切 好像你滴下眼淚呢 有千丈 這是更加 難用線 把它一顆一顆穿起來啊 這個是 其實是自欺欺人的話 但是呢 會動人 啊 中落的 孤雁與七柱 兩地已逃亡 各位知道 雁啊 啊 這個 雄子之間 是一輩子不分離的 所以 當 斷雁 孤雁不菲的時候 就 特別欺利 對不對啊 所以 斷雁 七柱 是 寫的這一些景象 各位看看 像這個 裡面有 大字 大字 每一個大字 加起來 這一支曲子 有多少個字 是固定的 所以 他的第一 這支曲子 有幾個 政治 就叫 政治 這支曲子 有多少個 小字 小字是什麼啊 是 政治 是政治 第二 這支曲子 有多少個 具體 抵視目標 也就是說 不同的曲牌 他字數會不會一樣啊 字數不會一樣 不同的曲牌 巨數也不會一樣 所有 這個舉 第三 我們從這裡就可以分析出來 第一句子 是七個字 這七個字是 四三 的句法 東風吹洞 垂陽 那 是四三 第二句呢 第二句呢 欠良兄修把陽關燦 也是 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 那麼這個地方 這個壓抑 壓抑 壓抑 虛之我 以段 柔場 也是七個字 但是這七個字是怎麼樣 三四的 上三 下四的 七個字 前兩句是四三的 七個字 這不一樣 也是壓抑 不願兇 牛子行啊 這個呢 四三四 三年行靈相依靶 這個又怎麼樣 四三 子合手 交窗 以夜梅花站 不是四三 子合手 交窗 以夜梅花站 三 也是四三 也是四三 四四 這個不一樣 然後呢 兩臂彭 所以像這個 這個曲 南普天樂 他 七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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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四 這個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什麼啊 這個長長短短 這個叫長短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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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能七五七七五不齊 而不能七五七五不齊 這種叫長短短 這個叫長短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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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 一種是可學運、可不學運 三種 像這樣的運橋 哪一季要學運 哪一季不可以學運 哪一季可學運、可不學運 都規定在那邊 都是固定在那邊 這一種叫什麼利亞 這一種叫學運利 第五 叫做 巨宿 巨宿 巨宿有兩個意義 各位上星期我們講過 這個陰節形式 有單雙 記得嗎 意義形式有各種怎麼樣 各種結構的不一樣 而 曲牌裡面要講的 巨宿是屬於陰節有單雙 所以 像 這兩季 是單式陰節 式上 這兩季呢 雙式陰節 雙式陰節 不可以做單式陰節 同樣 雙式陰節 可以不可以改成單式陰節 絕不可以 這個要注意 一般人不知道這個曲曆 以為七個字就是七個字 世上 不然 這個就是曲曆裡面很重要的種 那麼在這個句式陰節之前 還有一個什麼呢 一個 一個 平字的聲條 就是說這個句子裡邊 它每一個字的平正 最起碼要講平正 像 東風吹動吹陽浪 它就是 東風吹動吹陽浪 這個平正裡面 這個字可以不改 第三字 可以不必要 看那個平正 良兄修把陽光暢 這個一樣 這個可以平也可以做 虛之我 虛之我 以貫有長 像這個就是平這裡 聲調率呢 就是 就是 要進一步 憑 賞聲 不可以做 去聲 去聲 不可以做入聲 憑賞去入 視聲 要分清楚 這裏邊 沒有拔到聲調率 這支曲子 還沒有拔到聲調率 這支曲子 和幾億個大家都 說 會變得 那這個陽光群 會成 會成 遭遇 一千床 添 連絲 一千 片 有 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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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千 一千 一千 一 九 七 出 陽關 五 故隸 這就是陽關三點 他必須要講的 這個字可以說講一半 有的地方 這兩個字呢 幾天也可以 這個也可以 大概是這兩個字 這兩個字 柳色 是一個柳色的地方 非散入 勸軍 這個也沒關係 更近也沒關係 但是 一 杯 酒 入瓶場 非講究 有種 心臭 無故人 所以打圈圈的這幾個地方 都要講究 任何人是陽關三點 都要所這個 聲調 這個師生 這個就叫做 聲調 所以這個等一點 更全面 所聲調力的 請問 會不會更 會不會更 更怎麼樣 更精緻啊 就會更精緻 比手平正要更精緻 就在 歌曲裡面 跟他的藝術性 就注意這一點 看囉 比如說 第七 比如說 西諸我 以斷羅場 不願修 由自我行難 像這兩句 他句話相同 他對我 對我 知我 虛知我 不願修 以斷由自我 柔場行難 這裡只是 意義上的 對我 聲調上的 對我 這兩句也一樣 姑願 對兩地 七族 對同 所以 劇子裡面呢 就會出現 好些的 對我 就是對我 也需要 要講究 第八 劇中 以法律 劇中以法律 就是說 在一個曲調裡面 剛出現 你說雙聲 或者 你就要 或者呢 像 西鄉劇裡邊 有的劇情 像這樣 五天 一山 猛街 這個六字劇裡邊 他的音部點 這一步點多 長印在裡面 長的一個印 使得這六個字呢 變成好像 三個劇情 而是很短 不疼 不疼 一生 冷靜 這劇中 特色的語法 或者 像我寫的 這個 鳳家語裡邊 這個 遠存 近存 比如說 他一定要壓 一切 同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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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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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數不差 比賽有一句 即不很清楚 年五比較有味道 先寫出來 現在沒當好 穿冷 耿冷 月冷 月冷 人冷 夢冷 像這樣子 這個可以說 規矩深遠 技巧道一樣 簡直是一種尖刻或者耍花樣的戲 這個就是 劇中的特殊的一款 你看 各位看看 一個曲牌 你如果拿現在 發展完成 最什麼的 去分析它 當然這樣的曲子 你看包括這一支曲子都還具備不了他們 還具備不了這巴黎 所以那個是最精緻 最耐唱 各位如果看我那個 蔡文基不是在祭拜什麼啊 祭拜 我祭不可了這一支曲子 因為很複雜 那一支曲子 那一支曲子 這一種 因為特殊與法律就很多 特殊與法律就很多 所以這一支曲子就很難做 但我把它寫得還不錯 相當好 所以我的一些朋友 大陸來的朋友 都特別要把這一支曲子 傳給他們 對不對 那個廷青 這是 這個就是曲子裡邊 你看 巴黎 巴黎怎麼樣把它歸納出來 就是找那個 最精緻的曲子去分析它 你得到的就是這些例子 那麼這些例子就是我分析出來的 那麼這些例子就是我分析出來的 我拿這個再來驗證 古今的曲譜 就發現 像明代的神經 那比於我這個還不及 但是到清代有 許醫師和紐少陽 啊 紐少陽兩個人的這個 這個 這個我把它寫出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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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比較重要 九宮大城啊 是亂七八糟的 南曲九宮正式 徐宿仙 他們兩個朋友 他完成 完成 是 叫九宮正式 九宮正式 九宮正式可以說啊 我所說這八粒啊 他都 具備了 我是這樣分析出來的 然後再看他的曲譜 把他集合起來 就他能不摸 所以就英雄所見的那一條 所以各位 像這個就是逆推法的怎麼樣 一種研究的方式 今天呢 主要告訴各位 一個 自學的 的 態度方法的一種 我們上個禮拜啊 講到 這個 這兩大系統 那麼 其中啊 在詞曲戲 曲牌體裡邊 的一種 收唱文學 這個影響中國 收唱音樂 非常大的 就是 諸公調 諸公調 什麼叫諸公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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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記得不記得 諸公調 諸其財 也就是說 一個公調底下有若干起來 就像台灣大學文學院 如果文學院是公調的話 中文系、歷史系、哲學系等等 就等於是取牌一樣 這些取牌 為什麼統受在他之下呢? 因為他這些取牌 就像中文系、歷史系、哲學系 研究的是什麼? 同屬人文的 所以文學院就有同屬人文 這樣一個 一個種族 各位知道 取牌的性格、取牌種種的發力 過程以後外屬 釣線、釣刀、釣術 這三種類 也就正在取牌 他都死線在他這裡 好 豬公調 這樣一個豬 表示他應用的是單一公調 還是眾多的公調 眾多的公調 眾多公調 可見音樂有沒有變化 音樂就有變化 音樂有變化 去敘述 去說看 能 就能夠足以應付什麼啊? 你所需要的故事情節裡邊的悲歡、離合思想、情感 足以應付 所以 諸公調 就用公調下的取牌 變化公調 變化取牌 來敘述 一個長篇的故事 這當然是長篇 不是短篇 那麼這個公調下的取牌 它是怎麼樣組織起來的呢? 各位 我常說 一個文學 形式 它本身 也是個生命品 都會發展 都會發展 我們現存的諸公調 只有三樣 哪三種呢? 哪三種呢? 流之原諸公調 是長期不全的 它可以說是北宋 北宋時代的 北宋時代 折州大概這個地方 折州就是我們現在的三西 三西 這個運城這一帶 所以它所用的呢 是持牌 可見它古老 西鄉地呢 因為 只知道 作者 姓董 他咧 是當時候的一個民間文學家 當時候的民間文學家 都使用被人家稱謝雲 是 謝雲本來的原始意是什麼啊? 是 是考上舉人的第一名 但是 這個 謝雲只是 對讀書人的尊稱而已 不是偵探的功 就是 就像 相公 本來要 出嫁入相 有沒有 相 漢代 要做宰相 要先封禍 封禍拜相 才能叫相公 可是後來咧 因為 因為讀書人 總有一天也可能做相公嗎 所以 稱呼自己 的男人 就太太稱呼 丈夫 相公相公 就希望有一天 做相公 所以 這個相公 就變成一個 撐住啊 這種啊 例子很多 例子很多 所以呢 我們就把 這個 叫 董西鄉 所以說董西鄉 是指 所長的群 就董西鄉用的呢 是 是 在於 詞曲之間的一種 說上一句 它是 詞到曲的過度感 是 天保儀式 是元代人 有叫王某城 它用的完全 純粹的編曲 它完全是 純粹的編曲 的西鄉 它也 不完整 但可以記錄出 很大 一個 說唱 一群的編曲 我曾經記錄過 後來目錄呢 那個冰到那裡去了 一群的編曲 編曲最完整的是這 董西鄉 完整 而這三個呢 就是可以看出 諸公廖發展史 這三部 好 我們呢 講到這裡 下禮拜我們再 接續 好 好